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皇某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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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天天 我老爷放回来 山岸 快 快来救爹啊 爹 爹 换老头来 爹 快来救爹啊 快换老的头来 爹 爹 什么 杀啊 哎呀 畜生啊 老子为了你而来 你竟抛下我去逃命 你还算是人吗 古贝 是你藏了我的头吗 官帝爷爷 就算老天爷借胆 小的也不敢啊 你 你 你在这干什么 我不在这里 我在哪里啊 你不知道你来干什么你 我当然知道 我是来对付那个小女子的 那那你还不快去啊 人在哪儿 人 人 人 哎 哎 哎 曾哥 快去救我爹 嗯 好 小的 只是路过 若打扰了您 愿给您 赔罪 你这话 骗孩子还可以 骗官吗 可行不通 哦 真的啊 小的给您磕头了 看你张头鼠目 尖嘴猴腮的样子 八成 不是什么好人 不不不不不 小的一生 行善即得呀 你既然是个好人 刚才那些人 为什么各自逃命 留下你而不顾呢 啊 啊 他们 我 什么他他我我呢 官某生平 罪恨小人 小的 也跟您一样啊 某咖你就是个小人 啊 官某对小人 定斩不饶 啊 官邸爷爷饶命啊 官邸爷爷饶命啊 小的 下次再也不敢了 来不及了 你引经受死吧 阿弥陀佛 刀下留人 来者何人 小僧法王寺空空 空空 前来神请息怒 他是真的途经此地 小僧可未知作证 你没有骗官某 没有 既然如此 官某 饶你一命 阿弥陀佛 再敢迷恶 静斩不饶 静斩不饶 你好自为之 官某去饮 老施主 已经没事了 你可以起来了 我 我 我的娘啊 这 这是 真的吗 出家人从来不打狂语 我真不敢相信 那你刚才为什么骗官邸啊 他可真惊啊 连这个都听出来了 是啊 难怪都称他为继王 小僧为救老施主 不得以而为之 待回到寺后 自会在佛祖面前 忏悔 请求宽恕 空空师父 你实在是 太伟大了 为救老夫 不惜 触犯佛门清规 请受无德一拜呀 老施主 你这是干什么 老夫 心中有愧呀 老夫 对不起你呀 人非圣贤 孰能悟过 只要放下屠刀 便可立地成佛 我 霸悟得 从今晚起 改同换面 重新做人 以后 再施滚迹害人 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老施主不必这样 这表示 老夫的绝心吗 好了 小僧来送你回家吧 我来吧 三哥 把这几个小和尚 给我抓起来 快 空空快跑 阿弥陀佛师主 什么师主 去死吧 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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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兄 快背上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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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主 您不能这样 我今天要杀了你们 施主 住手 你是何人 哪里来的妖魔鬼怪 你是何人 我是关云长 关云长是何人 连关云长你都不知道 赶快滚开 敢让我滚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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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装神弄鬼 去死吧 快躺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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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先走 闺女 小心 快 快 你是何人 你又是何人 是我先问你的 是你败在我的手下 我们两个还没有打 怎么能说是我败了 还没打你就败了 要是打 你不是输得更惨吗 我来到中原 就没败过 可是你已经败了 我们再比 比 可以 但是我们得读点什么 要是你败了 怎么办 那我就死 不 你不能死 你要是死了 我还要担责任 那 你说怎么办 是 如果你输了 你就得听我的 三天之内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如果我败了 任凭你处置 想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好 一言为定 说话算数 我说话要是不算数 天大五六红 好 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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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打 那个 大家伙好厉害呀 其他人 都没事吧 不知道啊 没了 没了 轰过去了 没了 没了 你 怎么样 你下来 怎么 还不认输 我们两个出手搏动 可以 来 和尚 这会儿不抓你们 一会儿一起抓你们 你们不会有机会的 好啊 现在是抓你们 给我上 上 上 周不准上 我和这个女子有约定 你们不能插手 我们抓小孩呢 谁都不行 都退下 要不 我就杀了你们 怎么 installer 能不能是不能 好好好 cómo 3 1 雷 4 2 4 4 傻女 我输了 认了 认了 你答应过我 三天之内一切听我的 我说话算数 你现在把那四个人给我抓起来 然后捆起来 这这这 怎么 你还是条汉子吗 好 你这混蛋 你要干什么 笨蛋 放开我 你还收了我们家签呢 我 我还给了你二百两银子呢 你怎么能这样 银子我不要了 拿绳子来 空空师傅 全都解决了 多谢女施主打救之恩 不客气 侠女 你打得太精彩了 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呢 是啊 是啊 多谢侠女 没了 没了 师兄 师兄 没了 侠女 该怎么办 女侠 有命啊 女侠 我们以后再也不惹事了 你就放过我们吧 你不能杀我 我爹有病 你杀了我就等于杀了我爹啊 你们信佛的人是不上升的 你不得让他杀了我们呢 好汉 看到了吧 你帮助的都是些坏人 小女 我听你的 那就再麻烦你一次 把这几个人送到洛阳城 交给洛阳巡抚 不要 别别别 送到那我们就回不来了 你还想回来呀 送你去就是去下大狱的 我就不信 朗朗乾坤 就没有枉法了 好汉 我马上修书一封 夜送洛阳城 好 真好 真好 各位师父 就此告辞 下女保重了 谢谢谢谢下女 你的点 站好 还有 vous 你可 vema 你 Ramen 冷ha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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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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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走吧 走了 走了 快走 走吧 走 来 我帮你 都是你害了我们 都是你 怎么是我害了你们呢 你出的主意啊 我们完了 怎么完了 等我们出去 继续找那个小和尚算账 认命吧孩子们 你们不是做英雄的料 就甘心做个狗熊吧 你才是狗熊 对 老狗熊 不准骂我爹 小狗熊 你 你个熊崽子 你这办法就是好 写一遍等于写五遍 谢谢啊 快点吧 师父就要来了 我们就是 不小心多吃了两个馒头嘛 至于这么罚我呢 赶紧写吧 写不完 我就得到后山 背肠一个月 你不止是因为吃了两个馒头 为了吃馒头 你把蒸笼弄翻 掉到火里 把半个厨房都点着了 听好大家及时赶到 要不然的话 整个厨房都得被你点着了 我 我这 我又不是故意的 行了行了行了 你快写吧 你还有一句话就写完了 我的字 师父 我唱完了 师父 您找我 空空啊 我们寺里马上就要来一个重要人物 你应该准备一点礼物 他是什么人啊 本意这个人 只可以意会 不可以言说 这么神秘 不是神秘 是你应该这么做 师父明示 马上到深山里 去找到最纯净的水 献给他 他代表你的心 别走 就不要多问了 好的师父 听说我们法皇寺要来大任务啊 对啊 不仅来路大 而且啊 对你和我都有恩 真的 谁呀 你猜猜 猜不出来 看看 猜不出来吧 我说的这个人哪 全天下属 他的官最大 啊 皇上吗 对 全天下救他的官最大 上次空空进京城报冤案 是他听了之后 惩治了那个坏之县 还送给空空一个黄马褂 空空马上就成了黄蜂小和尚了 皇上要来我们法皇寺 真是太好了 我就想着我们能不能也做一件事 让皇上也赐我们一件黄马褂 那要做大事情 当然 让我想想怎么做 哎 你想想 要是我们法皇寺有两个黄蜂小和尚 那该多威风呢 应该是三个 对 还有你 如果真有三个那就更威武了 今天我要把这里扫得一尘不染 空空呢她到哪去了 师父说要找最好的水泡茶 她应该是到山里去了 很甜 但还不够好 她的真是太好了 她预防 全年 沈太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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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施珠请 甜 有竹子的清香 不温不火 自在宁静 但是 还但是啊 你要但是到什么时候 都找了一上午了 这个好熬那个甜 你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这个我也不知道 师父说要最好的水 但最好是没有标准的 你说好就是好 你说不好就是不好 到底还要怎么样啊 我就是觉得他们各有所长 但是都不佳 这还不简单 我们把每种水都取一点 混合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水了 水贵在纯粹 把不同的水混合在一起 会使味道变得更加苦怪 那你就慢慢找吧 我就不再陪你了 师兄师兄 那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去找水 阿弥陀佛 敬王邪王妃 光临寒似 老僧似是很荣幸 只是敬王为何不提前打个招呼 我好叫下院的人收拾房间 提前做好准备 不用住下院 就在僧舍里 给我收拾出一个房间 离大师近一点也好说话 请坐 请坐 不知此次在皇上和太后之前到来 想必是为皇上做肩下的准备 方丈是明眼人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是这样 你和手下皆是便服 如此的保密 想来是不想惊动一方的百姓 除此之外 老衲也想不到别的理由了 我这次隐藏身份来到此地 确实有原因 而且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为何事啊 我这次来皇上并不知道 是我自己要来的 所以我希望方丈 你也不要张扬此事 站住 小和尚 你是这寺里的 阿弥陀佛 大爷我问你话呢 哑巴啦 无声胜有声 我刚才在心里 已经回答过大人了 若是大人没听见 不是你耳朵不好 耳朵不好 什么意思 你这都不明白 他说的不是你耳朵不好 而是说你脑子不好 你这小和尚 是要我打你不常 大人没听清 我再说一次 我是这寺里的和尚 法号乃是空空 你就是空空 方圆祁拜里的人 有谁不知道空空小和尚 听说你年纪虽小 功夫却了得 怎么样 过两招 大人 我这竹筒里背的是圣水 请各位行个方便 空空小和尚 果然名不虚传 请 有两件事 我要请教方丈 阿弥陀佛 还请大师直言相告 以解开我多年来的心结 贫僧和敬王并不相熟 我又如何能知道有什么困扰您多年的事情呢 和我不熟没关系 你和我的王妃几年前有过一面之缘 并不认识啊 方丈果然不认识 果真不认识 八年前 他有一个孩子托付给你 是吧 素不相识 何来之托 这个孩子现在有八岁了吧 我不明白 方丈 你知道那个孩子是什么人 本司弟子皆有出处 假如南唐未灭 那个孩子很可能就是南唐的王子 但可恨他有个窝囊的爹 方丈 你如此镇定 爱妃日夜思念她的孩子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要帮她寻找失散多年的骨肉 从未发生 何来镇定 方丈 输家人可不打狂语 是的 帮监很多的传闻素不可信 这件事情只有老娜最清楚 可能时间长了 加上法王寺收留的孩子太多 方丈记错了 没事 为了爱妃 我会全力将此事调查清楚 空空 空空 你可回来了 都这么晚了 我找水去了 对了 门口那些都是什么人啊 我们也不知道 傍晚的时候他们护着一辆马车 车上下来一位夫人和一位老爷 他们现在正在方丈室会见师傅呢 我看多半是哪里来的大户人家 来上香祈福 并且请教师傅问题的 可是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对对对 我看那位老爷肯定是个富少 我想还有别的缘由 这话什么意思 那些守在门口的人 他们虽然穿着普通大户人家 看家护院家丁的衣服 但是 他们的气质神态 显然不是普通的家丁或是仆从 他们的眼睛里 各个都放着精光 各个强壮惊悍 这家人肯定特别有钱 请的下人也是练过功夫的 他们的衣服上有新的折痕 明显是刚刚做的 布料都是上等的 但并不合身 显然是为了此次来 四里仓俗之间准备的 而且 那个人的手 手掌宽大粗糙有老茧 但并不是长期干重活所导致 而是长期拿刀剑的结果 就刚才那么一会儿功夫 你就把人家看得清清楚楚 不会是来给皇上打前战的吧 方丈 你常居山中 山风寄冷 阴雨失谷 难道你对世间的繁华 就没有一点留恋之意 何必要留恋了 世间有哪一点好啊 住在山上有哪一点好 住在山上的好处就是 开门见山 开门见山 感谢方丈名士 那我们就开门见山 爱妃 你先出去吧 我此番来有件重要的事情 要与方丈商谈 施主直言 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父亲 有一根扁担挑着两个锣筐 逃难来到法王寺 锣筐里是他的两个儿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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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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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老饥荒 逃难的人实在太多了 的确 当年有很多人逃难到法王寺 受到寺里的接济 本来这位父亲并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不寻常的是 方丈你给他后来算了一卦 这一卦不但特别 还惊天动地 老衲身凭给别人算过不少卦象 未见过什么惊天动地之事 那位父亲就是金朝的太子 而那两个小孩 一个是当今圣上 一个就是我 父亲用一根扁担挑着我们兄弟俩 投诉法王寺 当时宣祖问方丈该怎么办 你对宣祖说 你一根扁担挑着两个朝廷 两个朝廷 我从太祖那里得知 你的确是这么说的 既然靖王您当时就在场了 何必还问老衲呢 我当时年纪尚小 不知方丈可还记得此事吗 年代久远了 老衲真记不清啊 方丈 你必须想起来 此事可是非同小可 过去的已经过去 未来的还没有来 谁也不知道啊 我知不知道 方丈你知不知道都不要紧 要紧的是皇上知道 而且他深信不疑 你说他会不会认为 我也是这样想的 太祖的心思我不知道 但您 肯定相信 如果不信的话 就不会来问老衲了 这个预言就是告诉皇上 我赵光义会夺权篡位 方丈 你帮我算算 皇上会不会先下手 除掉我这个祸患 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 好了 五月 你去告诉师父 说我把寻到的水 送到后山的山洞里储藏起来 然后我再去见他 为什么要藏在山洞里 那里阴冷 可以保持水质不变 好的 那快点吧 我知道 revealing 宋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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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和尚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跑过去 看见了 他去哪里了 那边往那边跑了 走找夫人 小师傅你过来 你是空空空空师傅 夫人怎么是您 你还记得我吗 当然了夫人 那你过得还好吗 很快乐呀 那快乐就好 夫人您过得还好吗 上次我看您哭了 您不该总是伤心 谢谢您 不用谢 你真聪明 看你这么好 我心里很高兴 谢谢您王妃 我看见您 就想起我的母亲 可惜 我始终不知道 我母亲是谁 你母亲 肯定为你高兴呢 夫人 我真想见到我的母亲 您能帮我吗 夫人 您怎么哭了 我 看你这么可爱 我是高兴的 对了夫人 那些人 为什么要追你呢 他们不是追我 是怕我迷路了 好了 我也该回去了 夫人 您家在哪 这里山路不好走 我送您吧 我家住得很远 那您为什么会来这呢 好 夫人 你原来在这儿啊 可让我们担心了 我只不过出来透透气 你们没必要这样担心我 老爷说了 找不到您 就要小的命了 我知道了 我哪儿也不去 走吧 既然方丈想不起来了 我就让他们帮你回忆 你不会怪我吧 凡事都有因果 如果当年曾经说过那句话 现在哭坐在这里 也是情理之中 当然不能怪你 朝廷的事是腥风血雨 任何疏漏都会脑袋落地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那如果他拿着刀杀你 你会怎么办 你把脖子伸到他的刀下面吗 施主心事太重了 不是我心事太重 是斗争太残酷了 站住 干什么 今天谁也不许出去 施主 我们奉师父之命来打扫山门 请各位行个方便 扫什么山门 从现在开始 你们谁都不许离开寺庙 你们干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寺庙 凭什么不让我们出去 不要废话 赶紧回去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一来就凶巴巴的 不讲道理 也不知道是什么来路 会不会 是因为皇上要来咱们法王寺 所以这些人前来清场 打前阵 不让和尚们进出 是不想让皇上驾临的消息传开 你们有没有注意 今天寺里好像一个相课也没有 对呀 一个人都没有 这说明他们把持着大门 既不让和尚出去 也不让外人进来 就是怕奸细汇入法王寺 会对皇上不利 你说的是有道理 可是 皇上不像是那样的人呢 上次闹得那么凶 他都来了 所以说我只是猜测 具体我也不知道 过去 你可以出去了 过来过来 你到里面去 过来 来来来 过来过来 下一个 进去 来 过来 好 到里面去 来下一个 这是干什么 在选聪明的和尚 作为皇上的陪伴 空空 就凭你以前和皇上的交情 你一定能选上吧 如果皇上选上你的话 你跟皇上推荐一下我 好不好 好啊 可是 我看他们只要年纪小的 如果你想选中 一定要显得天真活泼一些 行 我一定会做到天真活泼的 这是师父给你的 谢谢师弟 空空 九岁 独子 如村人 父母都死于一场瘟疫 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找到你父母了 他以前怎么不说呢 那三个和尚 你们快点过来 你走吧 你这么大个儿 出去出去 大哥 我和他们一起的 有小孩长这么大个儿的吗 我从小就吃馒头啊 窝头啊 粗粮啊 细粮 我长这么大个儿 难道能怪我吗 你几岁了 八 八岁 八岁 你个子都快比我高了 我看你是十八岁 人家八岁都比你高了 你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就算你不止八岁 可我看你的脑子也只有八岁 进去吧进去吧 你们三个轮流进去 小师弟小师弟 里面在干什么呢 舅舅问多大了 什么时候出的家 父亲母亲在哪里 下一个 阿弥陀佛 夫人 原来是您呢 是你啊 小和尚 你们认识 刚才我到后面树林走走 正好 遇到了这位小师父 你多大了 九岁 家在哪里 仿色啊 你出家以前 你父母的家在哪里 现在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哦 原来家就住在山脚下的吴村 我是独子 出生那年 村里流行一场瘟疫 父母都病死了 只剩下我 方丈把我带到法王寺 可怜的孩子 我家住在三十里地外的方家屯 家里有爷爷 奶奶 父亲 母亲 叔叔 大爷 表叔 表婶 姑姑 姨妈 姨丈 外公 好了好了 说完了没有 没呢 还有堂哥 堂弟 堂姐 堂妹 堂叔 堂婶 好了好了 还有表姐表妹是吧 你不说我也知道 当然不止这些了 家里还有两头老黄牛 三只老母鸡 一头驴 两匹骡子 外家婶婶 哥哥 弟弟 姐姐 妹妹 大伯 二伯 三伯 四伯 五伯 六伯 小师傅 你几岁了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家在哪里啊 家中还有什么人 不知道 怎么 你从哪里来都不知道 师傅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师傅正在宁惊 突然听得哇哇的啼哭声 师傅就出了禅房 寻着声音去找 只见四门的大师之上放着一个包袱 地面有一个婴儿正对着他笑 那个婴儿就是我 一会儿听到哭声 一会儿又见到婴儿笑了 那到底是哭还是笑啊 其实师傅也没搞清楚 觉得这个婴儿很神奇 就把我带回了寺里 小师傅 你叫什么名字 法号吴悔 几岁了 我说过我也不知道 吴悔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你不要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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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妃放心 好不容易才找到 我一定会好好待他 你误会我了 粉丝 洑山那变摇 我跟何上她是小空空 把我自己作诗小新年也有连功 林郑小鸟山剑小戏都是好朋友 无缘无悔没完没了都是师弟兄 他修回到知乎 我全世界里只有盘龙 他冲破了人球 他心机里又聪明 他有一颗他有一颗不提醒 他让世界他让世界都透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万物千为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天天长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她是小公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也挑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天天长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了老板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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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皆唯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人皆上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她是小公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心里要挑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人皆上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了要关心 宋舍那边有个和尚 她是小公公 把我私里做 宋舍新年有连功 宋门带约帝佣 今年都是佛聚集 圣光 双佛 舍利佛 她居心的神功 她日夜宋舍 连世外 藏她要坚持 她怕我私里 穿过风雨 无路大人生 她说这 她说这小沙米 她是这 她是这大英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万物皆为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人皆上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她是小公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年要咖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人皆上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为了要关心 她有一颗 她有一颗不及其心 她让世界 她让世界更透明 她是我姐 她是我姐 小沙米 她是她解决 她是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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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